方便ثر 難忘阿神呃一位較低的功能 成功由台上幫阿仔辰取家人工 我就希望用電視節目幫阿神爭取家人工 因為這件事是一個節目 節目未出現的時候 叫做革命還未成功 所以我這一年心靈上和金錢上都支持阿神很多 你不需要玩的 你做得好就行了 是嗎 我反而難忘的點就不是 金錢方面當然是普及幫我很多 但其實是 因為我自己一直都是受到肩膀的困擾 因為我之前其實是脫了半個膠 其實我是拍季前坐在Casting的時候弄傷的 但我就不好意思跟導演說我弄傷 因為我免得影響拍攝 然後之後再開始拍醒覺 你知道我打沙包 我不想我那幾秒都打不好 拍到之後的長鏡頭拍Lokman和AKU來過 所以我是從來都沒有說過我弄傷的 但到拍這個節目 我真的經常跟寶奇一開始是吵架 因為他不相信我真的那麼痛 他說痛你就做多些Gym 其實原來脫了膠是不能夠舉鐵的 我不知道自己脫了 但最後醫生也是他介紹我去看 我才托正個膠 我脫了半個年半左右 所以… 節目都會拍下來的 也有醫生講專業意見 所以貧窮限制醫療態度 即是廉價的醫生病向淺中醫 貧窮是會令人治療不好的病 而且要找到一個人治療到自己也是一個緣分 即是有時我都有給一千元 千多元去看物理治療 物充波、超聲波、鐵打、梅花針 我都做了 但都不容易 即是要找到一個真正幫到你的醫生 是真的緣分 就是因為真的這個節目 然後我跟他有一次罵得很金 不及太多了 但就是那個緣分令到他說 他真的相信我是弄傷了 他一直以為我是找藉口不去跑 但原來我舉起已經有閃電筒 終於可以… 那可以用閃電七年編了 你每次這麼搞笑 我講不到心情的東西 好了,就說完了就是這樣 但你剛剛… 就是這樣難忘了 閃電筒是… 在網上媒體的照片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下半身 其實他那時候拿了一條肉筋 這樣拿著 所以這張照片是一定不可以公開的 我跟你說 不可以公開有我在 即是你拿的 不是,那條肉筋他拿 我看著他拿的 當時那個情創我 想不到跑完這波機都出來了 我先拍照 留下 因為跑了一個全馬 燒了3000卡路里 即是那個加碳套 立即會變成了一波機 是啊 那你在旁邊做甚麼 其實因為我的腳太痛 我要浸一浸浴浴 我的房間沒有浴浴 但他是一個不是普通的男人 普通的男人洗澡大約五分鐘 十分鐘左右 他是洗了一個多小時 他是人生見過洗得最久的男人 我問他 我當溫泉旅館一樣玩 我覺得跑完全馬很累 想鬆一鬆 他也是在床上睡 他也在睡著 他也在床上睡著 我在浴缸上不阻礙他 就是要浴缸 是呀 限制了你浸浴 也不是的 努力就將來一定有浴缸 貧窮限制浸浴時間 是呀 因為你貧窮 就要浸久一點 浸久一點 會有的 努力就有的 那你現在床上睡了嗎 現在其實起碼是八成左右 已經不影響生活了 之前一舉就已經有閃電痛 現在就緊緊緊緊 但最後還是要靠一點物理治療 就是慢跑去康復 所以你本身應該跟七師伯學 你不是經常說我不舉 所以你本身應該跟七師伯學 閃電七連邊 那時候你的痛又可以變成武功 對 武功也變成武軍生俠 是內功生俠 你有個緣分 希望將來有 對 你講到一些小說 你節目裡面有進光的部分 是剪了還是會繼續播出 其實是沒有剪走的 因為只是一個宣傳片 是因為想重視在我們主持 絕對沒有剪走柳爺的部分 因為他也是在跑步上感染了很多不同的人 還有他對跑步的貢獻都是很多 但你覺得你的宣傳要繼續播出嗎 今天見到大家就開心一點 就是大家都很正能量 前幾天就會比較… 我都是用跑步來想不想這件事 但是我知道今天做技招一定要開心的心情 但是我自己就是很尊重這位大哥 所以我都不懂形容我的心情 只是我還在消化 沒有哭 不是 還在消化 沒有哭 你們的跑會是否會繼續精神長存 是啊 我們的跑會一定會繼續下去 因為我們的跑會是很重要的 謝謝支持我們跑會 我們跑會就越來越多人 是啊 那我們希望… 宣揚多些正能量 是啊 希望其實真的不用說一定來到就要… 就是怕是跑不到七分Pacer 因為我曾經都跑得很慢 我現在都不是跑得快 我一定會在最尾裡面守著大家 就是如果想跳船的不舒服 那就跳船了 那如果你是慢的 那你想跑得很久 我就陪你在最後跑 是啊 裡面很多跑了很久的人 就會說你應該要跑多快 但是其實我最主要做這件事 我不是要大家跑得快 我要大家在人生裏面一個大的突破 那只要你走上街 你贏了昨天的自己 你明天就會有一個新的想法 那希望大家都會… 盡了全力就可以了 盡了全力已經交代了給自己了 不要那麼多藉口 人生有…香港人有三個字 是一定會說的 第一次那個字就是說沒有 第二次就是說不是 還有第三個字是說不行 這三個字是他們很喜歡說的 但是不要再把這三個字掛在口上 第一件事是試一下先 好啊 這樣人生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會不會叫ERROR的兄弟去星期六 每次都說Dee踩單車 他都不肯下車 他說在捉寵物小精靈 最近在捉孟亨是嗎 ERROR那些就是… 雙細大 就是他們就是做他們想做的事情OK了 那不強迫任何人的 我那些東西是自發性的 不強迫 所以公司多了 公司沒有強迫的 我強迫他的嘛 是我強迫他給我參加的 但是好奇地會不會有好像他們那樣 三點發燒 四點就很痛 你是疾病嗎 疾病嗎 我是很少病的 其實我一年大約病一次左右 很少 本身是因為… 為甚麼會小病痛的人呢 因為本身窮就會小病痛 因為… 你脫了啦 那脫了 但他們的根基真的窮 底子… 那你本身做地盤 我以前試過一次地盤 那飯盒是很重要的 其實中間我只餐了飯盒 我掉了一條腸子 我一秒就拿起他直吃 三秒定律 但當時我還是沒有肚痛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 其實那個野人的腸胃 已經是去到頂峰 即是直氣連 還有保錡有個厲害的事情 他來到每一次說肚痛 他兩分鐘之後出來 照錄個頭髮都還沒事 是啊 他很快地去 即是… 即是你追時間 你都未必會很影響 沒事的 其實我有去廁所的 所以當時… 他十多年就搞定了 是啊 他直腸直肚 即你的出席應該是… 很高的 很高 我是跟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即是如果我早上班 我就要晚上去跑 如果我下午上班 我就要早上去跑 我要對… 對待我自己 是很厚的去對待 他凌晨都會跑的 是啊 其實這年最多就是凌晨 所以很多大報友說 見到我凌晨 在這個高速公路奔跑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 剛剛下班 我不是很想的 但我真的要 而且他試過瘋得 叫我自己乘巴士過去 去找他跑 然後沒有車 他幫我叫Uber 離開 即是他… 即是很兄弟到這樣 因為他說 你照來吧 你照來吧 幫你叫Uber 對 對 真的… 還要不用還 不用 不用 不需要還 即是還 就是有些東西… 對 即是如果我要請你吃飯 我說我一定是請你吃飯 我是不需要回報的 但如果你老屈我請你吃飯 我就一定會記在我心裏 那他現在的回報很漂亮 他的回報 我覺得他個人正能量了很多 開心很多 他起碼認真對待他所有的工作 這件事就是他對我的最好大回報 那我其實已經很開心了 好啊 不要吃飯 謝謝 謝謝 好來講一下你們拍攝的期間有什麼趣事發生 什麼趣事 我問你 什麼趣事 嗯… 其實趣事就不是超級無敵多的 是比較辛苦的 跟我的人… 是做得那麼好 我覺得比較有趣就是 可能看節目都會知道 剛剛也說了我們是急跑 其實我們一個月就會有一次的團練會邀請嘉賓來跟我們一起做一個大團練 但我們每一次都是有人病 好像直到我們真的跑42.195的時候才齊過人一次 是的 不是 我們終極長跑都是有人會缺席了的 我有試過明明其實是沒有病沒事的 跑之前那個凌晨3點就發燒了 就是邪到這樣 很邪 我也是啊 凌晨4點腸胃炎 我懷疑我們是真的改錯了個名字 是的 你神病相級的 你不可以這樣改這個名字 我們要把它成為疾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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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那時候… 是一個字來的 是一個字來的 但我們的意念太深了 要病那個意念太深了 叫real run算了 我們叫real run 還有個趨勢就是 我們每一次的拍攝 就是跑那個公里 都是真的跑那麼多 不是那些剪接效果 就是跑完之後 啊 我們跑完了 不是我們真的是real run 就是我們真的劍跑 這個都要說一說 是的 製作組跟我們一起跑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 健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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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Gopro 由初初是在後面 到現在可以在前面拍到的樣子 他們在運動場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在運動場做一些訓練 很搞笑 他們Gopro好像接力一樣 就是跑完一個圈頂不住 接給下一個 那就跟我們跑了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幕後工作人員 都已經強了很多 非常健康 是 帶動了他們跑步 有啊 他們有些人有跑 接下來星期五 就會跑 這一個大家一起跑 反而是Crew去推薦 說不如大家一起 令到公司的人都可以 一起健康一點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活動的產生 是 是 然後跟盧山 哇 哇 哇 我也很想跟盧山跑步啊 盧山 一起跑步 一起跑步 Aleana 是不是都感染了大調哥 還是你們平時都跑步 我看你們參與人一起跑步 我是因為他有些大事要發生 所以他就要減肥 是的 我想我也有一點影響到他 因為他以前是一個 即我們都可能有空跑一下 但是他一定是 晚上跑 還有跑步機的人 嗯 是的 可能我每一早就 嘗試去吵醒他 喂 陪我跑啊陪我跑啊 每一早六點鐘 然後他現在就真的 早上六點多 我們就會出去跑步 這個活動很好啊 好啊 跑多久一個小時啊 平均一個小時 因為其實減肥不需要跑太久 所以就是大概40至60分鐘 是的 是的 有時 有成績會不會這樣收心嗎 都OK的 大家會很期待一下 笑到笑到 你幹嘛又脫衫 那我又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兩位呢 會不會都有一些追求者 想要別人 追求者 那現在很難追到我了 哈哈 哇 我要跑得夠快才行的嘛 或者那個摘偶要求 會變成是一定要做運動 而且一起跑步會開心一點 好像大表哥跟你一起跑 你都不知道我逼了多久 是不是啊 起碼你逼到我吧 但你逼到真的很好 你怎麼逼他 對不起 逼不到的 只不過因為我的習慣是 他看到你早上 其實已經可以做完 他認為是最辛苦的事 其實打後去做的事 就已經不再辛苦了 如果你有成果呢 所以就再逼你辛苦了 他沒有跟我討論過這件事 他沒有正面賺過我 所以我不是很清晰 打得他 打得你全馬都沒有賺他 不是 他有賺我的 就是他說你真的很厲害 我一定跑不到 因為他經常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10K以後的K數 全部都應該是坐車的 蛤 很清晰的 哦 就是他說跑多過10K 其實大家應該坐車的 但是跑10K是非常健康 也建議大家所有人 都應該要慢慢向10K進發 要讀更多10K之後 哈哈 但你會不會下一個目標就是victory 跑全馬吧 不 但是我又說不如 不如下年一起跑10K渣打 因為今年也是我第一次跑渣打 是的 喂 不是 我第一次跑渣打 我們三個今年都會一起跑渣打 你們的操練情況如何 挺好啊 我昨天才練完 我跟Polly跑半馬 其實我全馬回來之後 我的腳是有點受傷的 因為前陣子在家綿那裡 我又跑了10K 又可能太扯 因為做了一個自己個人成績最快 所以這隻腳其實現在都處於傷的狀況 我還是在休腳 但是我應該會明天開始跑 因為快到了 21號 兩個禮拜後 我也是剛剛復跑的 你是跑多少 我是跑10K 因為我三月會跑明古屋 所以我就不希望三個全馬丟在一起 因為始終全馬都是一個 是一個體驗的挑戰 所以10K就是當作鬆腳去完成 我希望也是跑到PPT 怕不怕你們的顏色的趨勢會影響到 三個還是四個 你三個還是四個 喂 觸摸 不行 不要啊不要啊 還有我希望這次不要失眠 好煩啊 真的想打暈自己 我懷疑吧 你半馬而已 對 你純粹你是 對 今次我報這個渣馬的半馬 我也是想感受一下香港的氣氛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參加過渣馬 所以我就想感受氣氛 都是想鬆一下腳去完成 而且我們沒有記錄 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 香港的渣馬是不容易跑的 所以如果我們打算鬆腳 很難 因為香港的渣馬有多多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跑 所以一定是PB的 一定是PB的 我們全馬都PB了 OK的 應該10K可以 比上次天水快 為56分鐘 一定可以 我覺得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但是你男朋友開了So 不可以跟你打 WhatsApp 對 WhatsApp 對 你們兩個都有 對 其實我現在每個星期都在看物理治療 暫時我的進展是良好的 但是我要做多很多recovery的事情 每一次我跑完 可能我最初跑35分鐘我已經腳痛 即是我在說走路都痛 那種不痛 是的 這樣 我必須要去看醫生 我一邊醫 一邊慢慢恢復我的練習 現在很好的 我現在跑到一個小時了 我的腳是沒有痛 但是都繼續做物理治療 我都繼續做物理治療 不過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都是個 心理上有影響一半 可能你會很擔心跑不到跑到時 你的腳就會痛一點 還有 譬如我跑了車馬之前 還有現在其實 我都有一個痛 是走路都會痛 的時候我就會害怕 越害怕他就會越痛 所以個人放鬆一點就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 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是跑步 加上做物理治療 已經是半個運動員的生活 其實我們真的是半個運動員 其實我們是LTV員工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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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好,接著壓十邊 壓十邊 壓十邊 中間,麻煩 旁邊是這個 然後這裡,麻煩 再拍一張 對,有一點風險 好,接著旁邊是壓十邊 好,這邊 謝謝 好,這邊 謝謝你,這邊 好,這邊 好,這邊 好,不是媽這邊 好,這邊 接著這邊 好,這邊 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 好,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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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麻煩 現在不可以 好,這邊 再來 再來,這裡 這裡 好,這邊 這邊 好,這邊 好 這邊 好 好 對 就是那個 旁邊的是紅鞠 好,謝謝 我是今天大會師爺Sarika,蔡婉山 很多人形容人生是如跑道 很多人為了奔向終點 都會奮力向前跑 有一件夾子,我們的製作組 邀請了我們本台的幾位藝人同事 去挑戰跑馬拉松 透過長跑去令他們更加堅毅 更加認識自己 ViuTV全新節目 《安信兄弟為你呈現公司舞迫我跑馬拉松》 將會在1月15日 即是下星期一晚上10點半隆重首播 這個節目就是記錄了 我們幾位藝人同事 去挑戰台北馬拉松 一個長達42.195公里的賽事 用在下雪的嚴寒環境之下 跑馬拉松 還是在很熱的沙漠上跑馬拉松呢 馬拉松呢 1 2 3 我一定是下雪的 一定是下雪的 下雪的 男藝人在裡面不是這樣 你不是這樣 因為我想的 不是,很熱,心力很高 男藝人跟女藝人很相同 兩個 不如你們拍一個代表 為什麼會選擇 我想到為什麼 因為女藝人是不怕冷 男藝人是不怕熱的 就是大家 我們女藝人都是穿短袖衣 短裙 男藝人永遠都要穿下雪的 對 是不是真的這樣 保錡你們那邊 為什麼你會選衣服 好嗎 純粹是商業計算 不想帶那麼多東西 冬天一定要帶很多東西 而且要帶很多食物 物資上一定是太辛苦 所以商業計算 對吧,阿珍 因為我們兩個喜歡 有時不穿衣服 穿衣服 不可以在冰天雪地不穿衣服 所以你又不可以不穿衣服 對 好,原來連一隻女生不可以不穿衣服 雜生也可以不穿衣服 好,準備開跑馬拉松 寧願自己前一晚失眠 還是那天穿錯鞋跑 失眠,穿錯鞋跑 寧願什麼 寧願什麼 失眠,還是穿錯鞋跑 那晚還是失眠 Pony你試過失眠 沒有失眠才是 無所謂 不如Alina說一下 為什麼你會選失眠 睡不到就跑完再睡 但穿錯鞋真的搞不定 因為我自己跑完整個全馬之後 我腳本也是發炎 到現在還沒好 每個星期要保持看物理 即是你穿錯鞋 不可以 我有想過我是不是穿錯鞋 但因為我只穿一隻腳 只穿一隻腳 只穿一隻腳 穿一隻腳 可能穿錯物 會不會穿錯鞋 會不會穿錯鞋 沒理由 這是我自己跑步的姿勢不適合 所以令我有一個問題 所以一定不可以穿錯鞋 阿神,為什麼你會寧願失眠 又不穿錯鞋 你最初好像不穿適合鞋子 我記得 因為我穿10K 去年我真的穿著鞋子 鞋子 是 鞋子是做鞋子 是 你不應該跑步的 斜斜的 我照跑了10K 然後我發覺 咦,不是喔 腳又痛 我不想腳又痛 肌肉痛 當然是穿上一雙鞋 穿上一雙鞋 所以是新同感受 所以都是激艷試過 是嗎 這個 很多鞋子選 適合初學者 中階 高級的 這個牌子 所有的鞋子都有 大家要支持 我很英同你 OK 好,我們立即問第三條問題 這個時候 飽馬拉松的時候 你們寧願 中途弄傷腳 還是中途肚瀉呢 等一下 很難 肚瀉 我選擇 可以賴的 蛤 真的 我覺得馬拉松的人 可能會賴 但她說弄傷腳 她沒有說弄傷幾大幅度的腳 幾大幅度 有流動廁所 因為我要跑時彈 所以我一定要賴 但是如果你賴了 就是全香港首個藝人跑馬拉松 你賴了 但是很多很厲害的跑手 真的不會理會 但是你不是說超級無敵 第一名那位 我不管 總之我不去廁所 你也不去廁所 你賴了 不是啊 這個是說你賴了 一邊跑就賴 對 我試過跑的時候差點賴 那是很急 我在那條青宮 慢慢分層 等等等等 你說這些就摺不到時尚 哈哈 冷靜了 可能是冷靜了 沒有人來的 每個跑手都會面對的 會肚子痛 有心理反應 對 你們的 我們會去廁所 你說 不要說差點到 你在門口裡 你在門口裡 現在都可以 那這天為什麼你會選擇扭出腳 只有你一會選擇扭出腳 那你說扭出腳 你不可以大扭還是小扭嗎 那我這些無緣無故跑跑 20K 就是我就是走路會咬柴的人 那我也習慣性咬柴 所以就是穿了服裝 扭一點點 我就是穿了服裝 穿了服裝 穿了服裝 因為他鼻酒講屎腦氣 那麼穿了服裝 穿了服裝 一定要是鼻酒這些 他正在形容 他選擇不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牛包需要的 請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1HK的YouTube頻道 再follow我們的IG和Facebook